就在稍早2点45分到2点50分左右 这5分钟内涂成这边是下起了瞬间的大雨 而且雨是相当的大 行车的车辆其实一路一路都看不清楚前面的车辆 就连路上的民众也都赶紧跑到棋楼下去躲雨 更严重的是因为刚刚还下起了冰雹 地板上这一颗一颗的冰雹就像泛珠一样的大小 光是在这5分钟之内就让民众等下了一大跳 纷纷跑进了棋楼去 而且有很多民众还赶紧拿起手机再拍冰雹 因为这5分钟内真的雨下得非常的大 主要就是因为今天午后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 所以气象局也特别针对了不只是土城地区 在新北中和永和树林地区 其实也都陆续下起了冰雹 而且都是光是在这个2点45分到2点50分左右 这时间都下得蛮集中的 光是这5分之内像土城中和永和都有陆续下冰雹的情形 那目前雨是已经慢慢的减缓 以上是我们在土城自己掌握的状况 镜头还给棚内 好 谢谢烧玉米但我们看到的是土城 不只是土城下起冰雹 我们刚才说到的花莲瑞蟹香也是下起冰雹 大概是在刚刚的2点40到3点之间 20分钟之内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还好雨势应该都已经稍微缓和下来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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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